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好意思 因為我大早開了幾個小時會 然後在九龍那裡塞車塞過來 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大早前面我知道也有個很長的記者會 所以我想關於這套系列電影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言學大師系列電影 來龍去脈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我想我不用多介紹 你聽得懂廣東話吧 聽不懂嗎 講台語可以嗎 可以 我講台語的 請各位包容一下我的普通話 因為不用普通話了 因為主要朋友來自台灣 包容一下我的國語 因為我去那個 我的國語很好吃 還用理說嗎 我去最近幾年比較多在大陸辦活動 我叫馬家輝 我每次說 我會講 我想講國語 對方就會好像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看我一下 因為在大陸就叫普通話 所以我今天終於可以直接說 我要來講國語了 OK 中華民國的語言 對嗎 找不到 OK 是本來就是 我的護照就是中華民國寫的 沒錯嘛 OK 那反正我就講漢語了 也有人說漢語 那我就講 那我就不用多介紹我們四位的嘉賓了 陳傳新教授 也是導演 還有我們很愛的詩人教授 梁炳君教授 也師 還有曾愛嘉小姐 導演演明星 曾愛嘉小姐 還有阿關錦彭導演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開場白不講那麼多了 原本我準備了一部開場白 我現在看一下其實都遲了25分鐘 因為這次應該是整個文學與電影的活動 第一場的講座 我們主要是因為這幾部戲 現在要在香港來做 我個人覺得這幾部戲 對於喜歡文學文化的人 已經是個 忘記我有講國語 我說這些直播電影 對於說在香港 喜歡文學文化的朋友來說 一直在等 我至少我個人一直在等 是個傳奇 我們傳說 我們一直在看 看到很多相關的文章還有材料 那終於來到香港 那我個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興奮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 你們有誰看過電影的 這個裡面六部作品的 其中一部的人 朋友可以舉手嗎 有人看過嗎 你看過的看盜版是嗎 不是啊 蛤 他已經上癮了 所以看過的朋友不多 可是我告訴各位 這六部作品都不能不看 而且不能只看一次 我那個 對真的太精采了 因為在座的朋友應該也是 對文學閱讀寫作非常感興趣的 這個整個系列的電影 把文字文學跟影像跟電影這樣融合起來 完全是另外一種的創作的狀態跟成果 反正裡面的我作為一個觀眾來說 我看得非常的感動 我剛也跟陳導演 因為陳導演是六部作品的總監製 總監製 這個我要講廣東話 因為我發不了音 監製 也都是其中兩部作品的抖音 是鄭愁語還有周夢蝶那個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就沒看到周夢蝶那個蝶 我是看那個非合法版的 我是看那個預先給我們看的 所以陳導演這兩部 除了produce 監製六部作品以外 這兩部他自己導演 兩部的整個感覺整個味道 我覺得都給我非常深刻印象 也跟其他四部的很不一樣 各位看就知道 那不如我 因為我們剛才啊 我遲到了 不好意思 我們還沒時間 我們還沒時間 真的好好坐下來談說 如何來分工進行 那我在想 我們就不需要談了好不好 我們就從陳導演開始 這裡來談一下說自己 對於一些六部作品 或者說文學跟電影之間的一些看法 一些想法 跟大家來分享 那中間呢 我當然有一些 假如我有一些問號 我也可能會提出 好嗎 我們這樣來進行 然後之後我看 觀眾朋友們一定也有很多的 問題 很多的想法 想交流一下 好嗎 我們這樣進行 我們請第一位嘉賓 陳傳新導演 來跟我們分享 請陳導演 因為我想剛剛已經進行了蠻久了 各位應該已經聽了蠻多 有關於六部電影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information 這樣子 所以我也就不會太融場這樣 但基本上這六部電影 我們並不真的把它當作一種純粹的 documentary 我們基本上把它當作一種 或更直接講文學電影 我們當初的出發點 其實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覺得 中國電影有一條路 從這個 我們先不講三零年代 從五零年代的電貌 國泰 跟邵氏 那比較有名的 當然就張艾玲 在邵氏時期 合作的那些劇本 那文學與電影的一種關係呢 一直呢 是在五零年代很甚 可是到了六零七零之後呢 隨著李漢翔 胡君前這些導演呢 逐漸的就是老了 我不在了 不在拍了之後呢 這個就逐漸的就稀釋掉了 一直到 上個四零九零年代呢 在做的關景棚導演呢 我們知道 他改編了非常多的 比如說張艾玲的 比如說王安逸的 還有像蘭宇 以及最近他 正在籌備的寒寒的 他的國 事實上他也是成績的 這個整個的這種傳統 那在做的張艾玲小姐 當然更不用講啦 她 你看 我已經就 對不起 因為我 已經昏了 把她當作張艾玲 你看 張艾玲這樣 所以事實上也會這樣 不要怕張艾玲 所以表示說張艾玲 他可能要演張艾玲 有可能這樣 對不起 因為我跟他遺物了 講快了這樣 就當初他跟這個 李漢翔合作的這個 紅樓夢 這個跟李清霞 這個是 這當時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種打對台的這樣 以及這之後呢 他陸陸續續的 像參加了這個 楊德昌他們的 海灘的一天 等等的這樣 還有他自己 編劇 或者說是改編的 參與的 這裡面呢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 文學跟電影的這種關係 一直沒有斷 這樣 可是這條路呢 隨著這幾年來呢 就是在整個華語的這種 裡面呢 以商業掛帥的為主呢 這條路逐漸的淡掉了 斷掉了 然後再加上這幾年呢 又有這種 那種中國大陸非常多龐大的這種 連國語可能不太好 叫史詩電影 可能會有這種雙音這樣子 英文叫epic 這樣子 但往往就是被稱為 就是大而不當的 這樣的這種情形這樣子 所以 我們覺得 可能文學與電影的關係 這個種子是在的 但怎麼樣把它叫起來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回溯到 一個就是 假如 我們能夠拍一個作家的電影 表面上是一個紀錄片 但事實上這裡面呢 有所謂的這一種 Fiction在裡面 作為一種開端 然後呢 或許這是一種新的路 所以我們找了 幾位這種不同的導演 這幾位導演呢 在台灣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都是 各自都是有他們的 一定的這種成就 那他們現在 經過拍這幾部電影之後 因為每一部電影 事實上都拍非常久 都是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都是拍了一百多個小時 有的甚至拍了兩百個小時的 這整個的這一種 這種交捲的 FILM的這種時間之下 然後很漫長的剪接才完成的 那經過這一段洗練之後呢 他們現在都在籌拍他們 下一系列他們各自的這種劇情片 每一個提出的這種想法跟觀點 完完全全跟先前他們拍的這些劇情片呢 完全不一樣 所以很顯然的 這六部他們拍這幾部的這種 所謂的作家的這種 傳記電影呢 可以有非常大的這種影響 這樣子 那我就是暫時先講到這個 這樣 那我想聽一下就是 再來就是 可是陳導演 在你聽其他嘉賓發言以前 我 你不介意我還想問一下問題 我作為觀眾 也作為讀者 因為各位手上有這個書嗎 這個在香港應該有賣嘛 很好看的書 因為假如各位 還沒看那個電影以前呢 我覺得可以看這個書 看完這個電影呢 更需要看這個書 我有點上賣書 這是你的主板色嘛 對 所以有利益衝突 那這個沒有 因為裡面呢 我特別提這個書 因為裡面有一篇 應該算是總序吧 陳導演你裡面 裡面不斷提了好幾遍 說拍這個紀錄片 特別拍跟人物有關的紀錄片 你用了倫理兩個字 不斷非常關注倫理 跟被拍的人的倫理的關係 倫理常遇 這個 這個我看的時候 我是自己去想像那個意思 那你能不能在這方面的你的 你的關注到底是什麼樣 你怎麼樣來處理 那個能夠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總序最後你也特別提到 花了好幾段的文字 提到說那個 有比較新的拍攝的科技 錄像機出來 你們在拍的過程裡面 也嘗試它 嘗試用它 那這個新的技術出來 對 你覺得對你們拍這一系列的電影 有什麼樣的具體的改變影響 好嗎 好 馬先生的問題非常好 這樣子 事實上它真的是幾重要點這樣 那當然談到倫理 當然馬上都想到就是 導演跟這個被拍攝者 轉組作家之間的一種關係 那大家都知道 這幾位作家 都是所謂的 華文的 這個中文寫作的 非常高的高峰 那幾位導演 相對來講都比較年輕 成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拍攝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戰戰兢兢的 採取仰望的態度 可當你仰望的時候 你的拍攝絕對不可能進入到 真正的進入到核心 因為是有距離的 有假想的 所以整個倫理的關係 事實上要轉變 這種轉變就是 一方面又要敬重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不要被一些所謂的 先路為主的一些成見 或一些自己主觀的一些見解 阻擋 所以這種倫理關係 有時候就變成要突破 甚至有時候變成要一種冒犯 但是這種冒犯呢 又怎麼樣拿捏那個尺度 甚至又有一種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一種責任 你這個責任呢 又要面對 轉組 他自己本身的生命歷史 他的著作 但是後面呢 你又要對你自己的作品要負責 你不是一味的在那裡拍捧 奉承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或者說 你如果只是拍自己的電影 那你就是拍了自己孤荒自賞 自己覺得不錯 那也沒意義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 非常有趣的這種倫理關係 我自己在那裡一再地演變 那我作為總監事呢 一個非常好玩的就是 我在這漫長的兩年的這種工作裡面 我實在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不斷地要調平 解決 導演跟 轉組之間的一些很矛盾的 甚至衝突的關係 甚至有時候要擔當一種說服者 有時候甚至有點像烏地愛人在講一種欺騙者的角度 甚至像哄小孩子一樣 對不起 因為作家都不在喔 跟我講這樣子 所以 讓整個拍攝的整個情境 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每位作家都是成就很高 他對這種被拍他是很抗拒的 那剛開始他都以為只是就是說 最多拍個三次四次就了不起 一個月就解決了 後來發現 欸不對 我們完真的 這句話是宜光宗老師講的 我們完真的 結果把他搞了一年 那實際上搞到第二個月 他已經開始生氣了 因為誰願意被搞了 誰最難搞 誰最難搞 哪個套入院 這我就不能問 誰最容易搞 我用另外一種回答好了 比如說像周夢田先生 他是根本不可能被拍的 他是任何再厲害的人想要接觸他 他都拒絕拒絕拒絕 我們為了要說服 剛剛為了說服 他願意接受 來拍他紀錄片 我們當然靠了曾經鋒 曾教授的這種幫忙 我們整整前後花了八個月 八個月 只是說服著工作 所以就可以知道 那誰最難搞 所以八個月 那時候還沒確定他願意被拍 對 我們就是不停的try 不停的try這樣 所以事實上這後面很多 其實在影片裡面都是看不到的 但事實上這也就是我剛才講的一種 倫理場域 那各位想去看來會看到有一些像周夢田先生 非常令人震撼的那種場面出現 那有一些在台灣有些老一輩人看了 覺得說我們怎麼這麼差勁 在剝削這些老作家 騙這些老作家 這其實就是說 觀看這影片的reception 跟真正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跟作家之間的這種關係 那種很複雜的倫理關係 他沒辦法理解了 他會投影到自己的那一種 好我現在陪大家完成了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講的新科技 因為前我們剛開始拍的時候 正好就是在西方 甚至在好萊塢 他們就掀起一股所謂的 數位電影的所謂的零年 就是零年 就是零年 就是從黑天鵝啦 還有好幾部電影 就開始大量的使用 這個很便宜的 比如說5D Mark II 一些甚至就是說家用的 很低階的 HD的這些攝錄相機 或攝像機去拍 雖然之前已經有很多人用 所謂的數位的 像大部分都用比較昂貴的 像RAID啦 RAID ONE 或者說其他的SONY 但是每一部的那些 單單CAMERA的成本 租借或買賣都很貴 可這幾年呢 有非常RAIDICAL的 技術性的改變呢 相機已經可以降低到非常低 大概只有2萬塊 港幣HK 你就可以拿來拍電影 然後再加上你可以用家用的 簡單的Mac的 甚至一個PowerBook 你都可以在家裡剪接 這樣 整個所有這些東西呢 不只cost down 而且事實上 就是讓整個拍攝process呢 完全呢 進入一個 就是新的model 那這種新的model呢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要讓我們思考 拍電影 幹嘛要那全新萬馬 幹嘛要那你要好幾億好幾億 難道你不能用很簡單的幾十萬 或甚至幾萬塊 然後你好好做一種 比較好的事情 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好的SCRIP 好的Casting 好的Pre-production 我想應該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控制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這六部電影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求六位導演 要有SCRIP 那剛才說 你發瘋了 哪有人Documentary要SCRIP 這哪也是叫做紀錄片 紀錄片 沒有所謂的劇本這一個意思啊 我說 暫時不要叫劇本好了 就叫做Outline也可以 或叫做Structure也可以 那基本上要有這一個 然後我們每一個月要看 每一個月喔 幾乎 當然後來 因為整個工作會拖到變兩個月 我們都要看Rush 我們都要討論 這樣 所以我們這六部電影 我們很驕傲 我們用很低的錢 然後拍出非常高的 非常Phymic的 非常影片 非常電影語言的 甚至音樂 我們的音樂不是罐頭音樂 我們都全部是Original 所有的攝影 所以從開始拍攝一直到Cost Production 完全是專業的電影的操作 可是那個價錢低到難以想像 所以這個我才就是說 那時候會特別在那文章後面提到 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對不起 如果有一個外行 可能關先生也聽了 會覺得 我在那裡大放幾次 所以等一下可能聽聽關先生的講話 可能會更那個 會更比賽式一點 好 謝謝曾導演 可能 能不能真的用幾萬塊拍電影 我們等一下聽一下張艾玲 而不是張艾佳 還有那個 關錦鴻導演的 看能不能這樣拍 可是這番畫展 我給魏德聖聽了 不曉得怎麼辦 7 7一咧 他的拍那個 超級叫巴萊 那個 賽德科巴萊 可以給你拍700部片 OK 不止 7一啊 他拍了幾一啊 65 61 7一啊 OK 可是當有人給你7一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去拍幾萬塊的片 你就想辦法把7一發光為主 7一的話我會找10個導演 是吧 我會找10個導演 拍10部非常好的電影 好 那我學後再說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改變 好 我們下一位嘉賓 兩邊關稿 雅西 雅西先生呢 對文學 對電影的研究 歷史創作 都非常了解 非常深入 也寫了非常深刻的創作 還有評論 這個不必我多說了 那我也是作為一個 這一個系列電影的觀眾 我特別也看了鄭醜宇 看了余光中 這兩部 其中兩部 就是西演啊 西演啊 然後 如何把詩 這個寫詩的人 他的經驗還有整個時代背景 整個畫成影像 畫成電影 這個部分 我也特別感興趣 這是我個人的感興趣 也是不一定會講這個 可是我是期待 希望他也能講到這個部分 那我們歡迎 也詩先生給我們分享一下 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看了四個電影 剛好就沒看馬家菲先生 講了兩個電影 我當然是對這些作家都覺得很熟悉 因為我是七十年代開始寫著的 我最初的幾本書都在台灣出版 那麼我兩個人三文集是亞選出的 第一個小說集是管管出的 管管在那個民眾日報出版社 一出來這個出版社就關門了 所以 所以就看到臉大概不多 但是我跟台灣的詩人是比較熟悉 但是這次我看的 但是這次看的 就是說七十年代對我來講 比如說王文勝的加編是1973年 那麼葉山改名是楊木也是在七十年代 他的品種稿 我們當時非常喜歡的散文 他寫博克萊啊 寫他的老師陳希香啊 他的品種稿都是七十年代中的 所以那個余光中 他是七十年代也到香港來 所以七十年代這些都差不多是 我們開始寫著的時候看到的一些作家 所以感覺上非常熟悉 但是我看這些電影的時候 又非常佩服這些導演 怎麼去拍這個導演 在拍這些作家 其中我特別喜歡的是兩部 一部就是關於周夢蝶的 另外一部就是關於王文勝的 那王文勝的一部 我非常佩服林導演 我覺得他是非常尊重體位王文勝的小說 而且他是用了規劃啊 戲劇啊 音樂啊 各種方法去體位王文勝 那王文勝我們就到1973年出 加編的時候出版的時候 很多人批評 很多人覺得他的文具 他的內容好像都跟當時這個時代 大家很多人都還不能接受 那麼真正好的評論也不多 但現在當然他後來這個 被海電人出來 大家就覺得加編很容易看了 但是加編比如說被海電人你看了 然後你再想辦法用這個電影去把它演繹出來 我覺得是不容易 其中我很喜歡的一場就是 王文勝跟那三個musician 大家jam那個music 一個是saxton 一個是improvise 然後大家 王文勝好像就是很懂的這樣 你怎麼樣 大家那個出來非常好的感覺 就讓我們感覺到 他這個導演是用這個方法去體位 這個小說裡面的聲音 這個對文字的這個長期的理解 那麼當然 另外就是周夢蝶 周夢蝶我覺得 剛才馬上會問 誰難誰容易 我大概知道就是 周夢蝶是最難說服的 但是拍了以後他是最容易 因為他聽不到 聽不到 所以沒有受到這個機器的騷擾 他就一直拍 所以你好像就是非常 呃 沈迷的進到這個周夢蝶的世界 我覺得這個導演也非常難得 就是剛才說詩這個問題 我覺得好像 導演是 理解這個周夢蝶的詩 因為大家一般講 周夢蝶的詩 就覺得他是很 慘啊很符啊 但是我覺得導演好像看到 他這個現實的一面 他很多情的一面 他生活很困難的一面 那這些他也 也不足道 而且非常自然 好像就是跟 王文蝶那個相反的一個方法 但是也是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集中在周夢蝶 從早上起來 好像一直到晚上 但是中間插進了很多 他的一些朋友啊 他的書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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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書籤也用得非常好一些 就目前用他那種聲音 去慢慢地 一個字一個字 唸出來 我覺得非常感動的 王文蝶那個就是 他用這個好像是 畫那個animation啊 那些片段 比如說 我覺得這個裡面背後 當然也有台灣本身整個支持 就是各種藝術的 他有加編 有戲劇的演出 然後他那個animation 畫這個 線缺 那個短篇小說 就童安街 童安街現在又是變成台灣 那個文化的地標了 所以我一直想就說這個背後 我們看到這個總陀主 但是也看到這個導演的才能 但是背後我覺得還是有 觀眾有這個文化氣氛等等 我特別剛才 陳全新導演提到這個倫理的問題 我就想到 你也特別提到這個文書電影的問題 我就想到 他這樣講得非常好 就像吳金全等等 但我想到其實在香港 1949年以後到60年代之間 其實有很多文書電影 當時粵語電影 像李晨峰啊他們 他們不剛是改編 像武士以來的作家 像沈崇文的編程 編程 編程 還改那個阿Q進卷 魯順的 那麼也改這個巴金啊 矛盾啊 斯陀 但是除了以外 他也改編外國小說 我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50年代的時候 他們改編 Anna Carolina 就是還改編服務 所以很多這個外國的 那個文書與電影 我想到你剛才說這個倫理 比如說李晨峰 中聯 本身就是對於一種人的倫理 那個背後是一種人文關懷 這個對 後來我們香港電影好像比較 拋棄了這個東西 以追求一些技巧上的東西 那麼這個人文關懷 其實我覺得 在 當然在 在其他導演身上 我們現在也看到 它整個電影的方向 現在好像是放棄了那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 講到這個倫理 這個人文關懷 這個文書電影 東西的確是很好 就是我們在演藝 有一場討論的時候 有人說到就是說 這樣的電影可能在香港 做不出來 沒有題材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覺得香港有這個題材 我覺得像我看到周末爹的時候 我就想到香港有一個詩人 劉沐沙 劉沐沙很窮的 他是賣書為生的 但是劉沐沙就沒辦法在香港生存 我看這些電影的時候 很有感覺像 王文昇像周末爹這樣 好像只能在台灣這樣的環境 可以這樣生活 以及受到尊重 他們的作品還有人去閱讀 像王文昇每天寫35個字 你在香港就報紙不能接受這個 你在代書教書就說你Publish不夠了 所以這個在香港來講 好像很多其他的東西沒有這個機器 但是有沒有人呢 就像劉以槍啊 像曹瑞人啊 很多很值得去拍的作家 還沒有人去把他們的故事拍出來 那麼導演有沒有導演呢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年輕的導演 有老中青的導演 但是比方說香港在1987年 曾經做過一個小說家居的電視片集 就是把香港的小說半個小時拍成電視劇 那麼拍了第一集以後呢 本來有一個計畫是拍第二集的 那麼第二集的題材呢 就是以家作題材 以家作題材 當時呢就是選了我一個小說 台灣的電視劇做得好 我很高興你們拍 但是後來是港台自己改了這個方向 要做相約化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拍這樣 所以我覺得香港就是好像在大的一個 這個傳媒啊教育啊 基本啊文化局啊那個方面 可能是還沒有能配合 把這些香港本身的人才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個做法 是很好的參考 後面也可以讓我們反思一下 謝謝大家 好 果然如我所料 也是先生沒講我最想聽的 如何把詩拍成那個影像這部分 通常我想聽什麼他不講的 因為他懂得太多了 他那個講不完 我們下來張愛家 張愛家導演這個非常認真的導演 還有演員 這一次這個活動啊 我們通了幾個短訊啊 當時我不在香港 那時候你傳給我的時候 你在香港嘛 就想說約要談這個 這個先談一下這個活動 有沒有進行這樣 這個嚇我一跳 因為我一年下來 大概平均主持一百多場文學活動 大概只有一個人 這張愛家會說 要不要在活動前一個禮拜 先坐下來談一下這樣子 把我嚇一跳 那我當然沒理他嘛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在香港 後來我回香港 他也不在 我沒理他 因為我非常放心 我知道 居然連陳導演 都會把張愛家 錯教成張愛寧的時候 所以我是非常放心 一定是對於文學電影 特別說你最近幾年的幾部作品 都跟文學作品的改編有關係 跟文學有些電影 可能是受到某些散文 某些少說的啟發 有些甚至是改編 所以對於文學跟電影之間的一些想法 一些看法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跟我們分享的 所以就交給你了 我們不需要預先演習 我們歡迎張愛家小姐 馬家會 馬家會是很厲害的 他講話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在捧你還是在扁你 哈哈哈哈 所以耶穌老師你也厲害 你永遠不會回答他想問的問題 哈哈哈哈 不過說老實話 我是非常非常佩服做紀錄片的導演 因為紀錄片 其實對我來講 當我第一次接觸紀錄片的時候 我看到紀錄片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非常震撼的一些精神糧食 那我覺得做紀錄片不是非一般的導演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他們 我也只是很好奇 想問陳導演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當初有沒有預計 每一部戲是有只能拍攝多長的時間 有沒有預計 當初一開始有沒有預計 一年對不對 我就想可能你是會預計一年 可是他就絕對不是一年嘛 有的拍到快兩年 對 有的甚至快到兩年 所以就是說很多東西我覺得 就是當你拍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在甚至於在我們拍不是紀錄片 在拍戲劇片的時候 我們拍拍拍我們都覺得那個過程是在 一直在從當初的劇本跟你開始拍攝 跟你開始更了解你在拍攝的人物 跟你更了解那個拍攝的劇情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變 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認識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 對於任何一個導演來講 真的是一種其實就是一種成長 我是一個沒有 真的沒有受過任何電影學院的培訓出來的 我是我的這個 真的我的這個演藝大學就是我的40年的演戲的經驗 所以每一個導演 包括你在內 都是我的老師 當然我在中間有學到好的也有學到不好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過程都是非常精彩 至於我接觸 如果說從文學變成電影來講 我接觸最早期的應該是瓊瑤女士的電影 我還記得在早期的時候 我在台視曾經做過一系列的 關於電影目前幕後的報導 那那個時候我有報導過 當然中影公司啦 香港的邵氏啊 胡錦泉導演 李漢翔導演 那我中間 我還是擺了瓊瑤女士 雖然有很多人認為說 瓊瑤女士跟文學會擺一個小小的一個問號 可是我覺得還是重要的 因為它在那個時候是影響了多少多少的年輕的女孩子 或者年輕人 所以我還是會做了一個報導 就說像它這樣的系列電影 為什麼對那麼多年輕人是產生一個重要性 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需求 當然是很初期的一個 我開始對電影跟文學的一個開始的好奇 那慢慢的當然我就開始遇見了 李漢翔導演啦 胡錦泉導演 那這兩位他們都在文學的根底 都是非常非常強的 當然先是李漢翔導演請我演《紅樓夢》 那對於一個從在美國念書回來 在美國學校畢業的女孩子來講 《紅樓夢》其實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對我來講非常遙遠 所以那個時候我當然也花了很多功夫去看了《紅樓夢》 也看了各式各樣關於《紅樓夢》的書 甚至於連漫畫都看了 那我覺得在那個當中 在那一段時間當中 如果現在要我再去重新演林黛玉 我可能會演得完全不一樣 那我覺得在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年紀 對每一個文學的解讀 認識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來講 那個時候認識林黛玉 我只記得我剛開始看完《紅樓夢》以後 我就很痛苦 我說我好討厭林黛玉啊 我真的是不行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跟她差太遠了 所以就是說你要去認同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要花費很大的一個精力去認識她 而那個時候我覺得很可惜就是 我沒有找到一個對的老師來跟我解讀《紅樓夢》 來解讀林黛玉 來解讀裡面所有的人物 那那個時候因為不懂 而且那個時候也沒有那樣的環境 所以就傻乎乎地去演了 那也就演了 那個就是我在25歲的解讀 張愛嘉解讀的林黛玉 不過我覺得也很好 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慢慢慢慢地呢 我就開始看更多的中文的書 其實我真正接觸文學跟影視的結合呢 應該是我在台灣電視台做了一個電視節目 叫做《十一個女人》 《十一個女人》是 她是基於一本書 那個時候 我到台灣那時候還沒有成品了 我就去書店裡去想找一些 有些什麼樣的書是關於女人的 那我那個時候第一本接觸到的就是《十一個女人》 是爾雅出版社出的 那裡面呢 就是有十一個故事 關於在台灣那個時候的都市女子 那每一篇的短片 加在一起它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女子 在那個時代的女子 有被壓抑的 有希望能夠突破的 有被丈夫拋棄的 有各式各樣的女子 都代表那個年代的台灣的女子的心情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決定把這個小說 把它版權去買了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結合了台灣的很多的新的導演 所謂新導演就是從美國回來 一直沒有什麼機會 走到電影的導演的位置 一直在做副導演 或者是還沒有開始做導演的 Pure裡面有科醫症 有楊德昌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合起來 就做了十一個女人 那我真的認為就是說 那一次的整個的過程 也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結合 因為我覺得 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尤其是關於講女人的故事 那個時候都市女子的故事 並沒有被大家拿出來關心 那我是覺得我是一個滿都市的女子 所以我看到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她們應該被提出 被寫 被關心到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結合 所以十一個女人 是我第一次跟文學的一個結合 那當然接著下來之後 有很多的其他的 那當然還有包括一個 我選顏格林女士的一個少女小魚 那我記得剛剛我們在跟也斯先生 談到少女小魚的過程 其實那個過程也是非常痛苦的過程 那個當初少女小魚 所以這個小說被改編成這個電影的時候 是來自於李安導演 李安導演喜歡這個故事 那李安導演因為她住在紐約 所以她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 他非常好奇 尤其是一個女孩子 為了她的愛 她偷偷跑到紐約去 要跟她的這個男朋友在一起 要去假結婚 然後從假結婚中間 她突然間認識了一個 跟她完全不同文化的一個 一個Jewish的一個 一個猶太的一個男人 而且那個男人是一個 非常酸的一個 一個不得意的一個文學 一個文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他們這樣子 一直關係一直發展到 他們慢慢才發覺 就是說 其實人跟人之間真正的關心 不是來自於說 你是什麼顏色 你是什麼顏色的皮膚 你是哪裡的人 其實人性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共通 那所以我們當初在 寫這個 看到第一稿的劇本的時候 是演女士的劇本 那我就覺得那個劇本 有一點點 跟那個時候的 當時我拍的紐約的情景 有些東西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就問李導演 可不可以改這個劇本 因為李導演那個時候本他要拍 後來因為他自己那個時候 影視男女突然間很紅了 所以他就要去做 他要去做宣傳 那他就覺得很可惜 不拍這個片子 就叫 他就說叫我來拍 那我就想改編這個東西 那這個改編過程中間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李導演有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製片 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個 一個教授 也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編劇家 James Seamus 他是哥倫比亞的戲劇教授 一直是李導演 非常非常重要的旁邊的一個大將 那當初他就坐下來 做了某一種的改編 那改編完以後我就發覺 小魚不見了 因為他寫的幾乎都是那個男人 可是少女小魚不想去哪裡了 那我就說不對啊 我就一直跟他在那邊爭吵 我說不對 我說這個寫的是少女小魚 不再寫這個男的 然後他說 OK 我不會寫 你寫 那我就回家真的就自己寫 那我寫完以後 因為還要把它 翻譯到英文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我就開始一直翻譯 翻譯完以後我就把整個東西 就把它 因為我很欣賞他寫的這個男性 我就把兩個東西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我把它兩個這樣子結合 然後就交給了他 然後我很記得 當他看完以後那一天 我記得在一個餐館 是一個很多人的餐館 他在那邊用英文很大聲地罵我 他說 我真的不敢在寫什麼東西 這個女的 她除了在馬路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然後回家跟她男人做愛之外 她還能做什麼 她除了在工廠 偷偷摸摸地做工 然後去之外 她還能做什麼 她一直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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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本來我真的是很憤怒 可是後來我終於 突然之間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是 她真的是不知道 一個Illegal Immigrant 一個中國女人 在紐約是怎麼生存的 而她也不關心 所以當我知道她不關心的時候 我非常彩人的一笑 我說OK 那你就不要管了 我就去拍了 那後來李導演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相信你自己寫的東西你就去拍 那我就這樣拍了 而拍的那個過程也是非常悲慘的 因為全部都是外國人 只有我一個中國人 帶著劉若英 帶著一個香港的我的partner 我們就這樣苦拼下去 我每一天在那邊拍到最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是少女小魚 所以我覺得我那部戲拍得很好 我覺得我有那個心情 可是到最後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我真的是用了心去拍 所以那部戲少女小魚是出來了 因為真的一個Illegal Immigrant的一個女人 她出了Factory 跟她可以在馬路上閒盪 跟回家等她男人之外 她真的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 一個導演或者一個編劇 她去解讀一個文學東西的時候 她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是照著 她那個文學家所寫的每樣東西 可是她要懂得那個精神在哪裡 她要解讀到真正的那個感情在哪裡 所以我才去做這麼大的改變 不過當後來我也聽說 顏女士對我有些不滿了 因為我沒有用她的劇本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導演 還是有她自己去解讀的方式 所以到慢慢慢慢逐漸的 我當然也從這些文學家中 我也學到了很多 就是她們的怎麼樣去寫戲劇 像文文星老師 我突然找到1978年 我買的文文星老師的嘉辯 這本書還在 我剛剛跟老師講 我說待會兒你這樣給我簽名 我又重讀了一遍 然後我發覺原來文文星老師是 他根本在那個時候 他寫小說就像寫劇本一樣 他寫的東西就是他的時間跳躍 很早期他就已經做這樣子的分場了 你知道嗎 然後你再看回他的這個Documentary 你就發現其實王老師 是一個非常喜歡當導演的人 所以他會在那個時候說 你待會兒就是唱那個蘇珊起見 你待會兒就彈什麼東西 然後你怎麼 他是一個導演的 然後他也是一個表演者 他也是個演員 他就是一個多元化的一個藝術工作者 那就是因為他很豐富 所以他那麼interesting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我看這六部片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興奮的一點就是說 你真正可以接觸到他們 這個東西是你很難得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很必要 去把它們記錄下來的 讓我們大家都能夠了解說 這麼好的藝術家 這麼好的文學家 他們是怎麼過日子 他們怎麼把自己的純粹 能夠保持得這麼好 然後繼續一直寫 寫到今天白髮髒髒 還是那麼有精神地 站在大家面前 那麼優雅地 繼續他們的生命 然後寫到什麼時候不知道 寫到什麼時候 能寫什麼就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去學習的榜樣 所以我還是繼續拍我的戲 拍到什麼就拍到什麼時候了 謝謝大家 謝謝張艾佳 非常羨慕你找到那個嘉辯那個版本 我也是找了一個早上找不到 我本來也是想找來給王老師簽名 找不到非常痛苦 剛才張艾佳小姐談到說 文學跟電影的關係 我們下來觀景棚導演 在這方面一定有太多的話 可是我們只有太小的時間 來給你分享 因為我們都知道 關景棚導演好多好多作品 對不對 都是那個 從文學來改成電影 而且每一次我看到關景棚 又有新的電影出來 我又每一次都加倍地來佩服你 不困難的作品 你不拿來改編 越困難的越拿來改編 長恨歌 紅玫瑰白玫瑰 所有越挑戰的難度非常高 這個背後的一些想法 關於文學跟電影的關係等等 我們您聽一下關導演來跟我們分享 好嗎 先回應一下馬耀輝 謝謝大家 紅玫瑰白玫瑰 我只有難度 但是我不是我拿著小說 跟投資方說 我想拍這個 長恨歌也一樣 他們找到我頭上來 就衝著 硬著頭皮去拍吧 但我覺得我跟小學結緣 我相信要歸功於我母校 我是在香港培政中學念書的 所以那個時候從初中開始了 就每個禮拜都要有讀書報告 那就逼著你 你要做讀書報告啊 因為老師會盯著你 所以張愛家剛才說 重遙 我真的就看重遙 就上課我就著迷了 什麼船啊 那個煙雨蒙蒙啊 那個 然後所有旁邊的男童 都覺得你很奇怪 關於你 只有好像那邊那個女同學 在看重遙 你也在看 從重遙到白仙永先生 到張愛玲 的確 包括王文欣老師的嘉辯 我覺得都是我在中學的時候 在抽屜 就上課的時候看的 因為培政 素理是很有名的 但是我對素理是沒有興趣的 從初一到 初中一到高五年級 香港不是要會好嗎 我是被父母逼了 我要念理科的 我的成績還不錯 但是後來因為一趟 暑假的那個話劇表演 那就自己決定 轉到中六 就預課是全文科 還要惡捕 中國歷史啦 中國文學啦 把我母親 爭給弄哭了 那我覺得文字跟我結緣 真的就是這個時候 而我特別偏愛小說 偏愛小說 我覺得甚至到我後來 做副導演到做導演 甚至我自己拍很多改編的小說的電影 我覺得小說對一個電影的創作者 甚至演員特別有效 我覺得比如說一個人物 他那個文字描述 甚至連那個角色的前台詞 都寫在裡面 我有機會碰到 因為08年的時候 我給余秋玉老師 排了他一個作品 是一個音樂劇 所以有機會接觸到 上戲的一般學生 好他們的表演 我說幹嘛你們 全都是一個模式 因為是一般同學來演 所以一個老師 叫出40個 一模一樣的學生 好我說你們 有沒有看小說的習慣 所以我要推介他們 去看書的話 我首先是推介小說 我覺得小說對人物的掌握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思 所以回應到剛才陳導演說的 這個感覺讓我在看這幾個紀錄片的時候 我覺得不太像看紀錄片 我在看一個描寫人物描寫的非常細緻的一個電影 寫人物的電影 而且寫的非常好看的人物電影 我還記得我有一個場面在王文青老師那個紀錄片裡面 除了Jam那段是很動人的 另外一個小節是他在把自己放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寫書的時候他在敲那個玻璃 然後後來他才知道 他覺得文字也要有節奏 那我是第一次知道一個作家 面對孤獨的一個寫作環境的時候 他還那麼執著說文字要有節奏的 錯了這個節奏錯了改 這個節奏再錯再改 那這都讓我很感動 另外我一個想說的作為一個香港電影人 這趟整個我在台北電影節被打動 這趟這個文學大師的系列來到香港 讓更多香港朋友 你們很有很有信 因為香港現在整個電影圈的大環境 已經越來越不夠多元化了 因為太多香港電影人 當然我說不是說別人 我也在說自己 也到大陸拍戲去 整個香港的大環境 或者在大陸現在都拍大片的時代 我覺得李烈那個翻滾巴阿興那女製片人 最近在經濟百花說的一句很棒 很牛逼的話 他說最近這幾年 在電影中